惠林时间,大家好,我是惠林,法国国家博物馆江介源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巴黎的皮诺收藏馆 它也是巴黎最年轻的博物馆之一 这个博物馆是由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进行设计和改造的 我们先从整体看一下博物馆的设计 安藤忠雄在原本的圆形建筑中再放入了一个圆形 让参观者在走动的过程中 可以多角度地欣赏艺术品,欣赏建筑本身 尤其是建筑顶端的玻璃穹顶 有光线从天空洒进来 在博物馆的墙壁上留下光影 随着时间流逝,光影的位置也发生变化 让人在时间中行走,在艺术中漫步 虽然是最年轻的博物馆2021年才向公众打开大门 但这个建筑本身却是19世纪的 穹顶下的大壁画绘制于1889年万国博览会期间 描绘了19世纪末各国商贸往来的景象 当然,这些壁画主题也符合这个建筑原来的功用 它原本是证券交易所 2016年,开运集团的总裁皮诺和巴黎政府签约 把它改建成了博物馆 并且以自己的名字给它命名 2021年才向公众打开大门 开幕展也极其隆重 在博物馆中间有一个大型的蜡质雕像 在开幕展览的第一天被点燃 将在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慢慢融化 但这个雕像只是作品的一部分 其一部分是什么呢? 创作者又是谁呢? 下一集我们会专门来介绍这个作品 如果您想预约讲解 我的简介里有联系方法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点赞和订阅 谢谢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